站住 請坐 我要請給各位別再說同志同心 縱將官 因為今天結束以後 你就已經拿到臺灣民進府公務人員的任用證書 後來這個公務人員的任用呢 就是你們台姓 會計算你是第八季的 所以 如果比你更慢來 拜在後面 這個 現主席的民進黨 有一個很大的區 會做主任 就是主任委員 要帶二三十個 他們的學員 他們的幹部要回來收分 我說你要照拜 現在拜下去 絕對是你們的後面也對不對 後面是我們大家的學弟 學妹對 所以呢 我們的政治倫理 我們在臺灣民進府裡面一定要建立 沒有第二句話 什麼人來都一樣 所以你沒有人看 他說現在現主是在中華民國很高 很大的官 還是國民黨很大的官 要來我們都反應 但是照拜 你幾季就是幾季 你說這樣好不好 好 當然也好 你現在當老大的嘛 當然也好 好啦 不會啦 不會啦 這個建國董的故事你們知道嗎 知道嗎 走去哪裡看 知道嗎 我也很多人不知道 你知道建國董怎麼收拾嗎 剛才跟你說 建國董 當時 這不幾年前而已 說給你一次 給你加一千塊來做肥丸 因為是當肥丸 那是國家 我們不是政黨 那邊煩惱 那是 那是國家 不是政黨 你政黨在加立 一定會反應嘛 但是政黨要加你 要加什麼 當肥嘛 一千兩百塊嘛 那千塊一百二十萬 沒有第二句話 GPU先開給你 一百二十萬現金 開肥丸 他就要寫一個提議 因為一千塊加立嘛 自己說 我們這裡有一個提議 這提議看起來沒什麼 很正常 要來開肥 現在開肥的時候 他自己說 要去銀杉開肥 以前這些政黨都沒有錢 有要去銀杉開肥 還有這麼多錢 大家也都好對不對 大家也高興 我也很高興 就在銀杉開肥 開肥丸 大家高興開肥 開到最後都沒有了 就臨時動議 拿手 你來講 建國黨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 我提議解散 主席聽到那些民團下去 我也下去 怎麼會這樣解散 這個民主社會要 投票嘛 要贊成的押手 一千名已經在那裡等了 農押手 這樣有通過嗎 通過 通過要怎麼解散 國民黨叫做民進 叫做建國黨 因為國民黨 那些市場 都知道說 有人會選這種 這種 軌跡 就是說 他自己 之後 自己投票 民主選舉嘛 對不對 民主選舉要怎麼 民主投票嘛 投票說解散 國民黨的規定 內政部的規定 中華民國內政部的規定 政黨不可以解散 漂亮 他是你怕說 你現在台灣人聯合起來 來開一個火 說其意 國民黨解散 想要改善 他老在他政府 他比你更聰明 他跟你規定說 政黨不可以解散 叫到建國黨 所以建國黨不改善 不改善 不改善 散開了 那些老的 老的這些主管 把他聯合起來 這又再重新開始 從此以後 所謂的建國黨 萎縮 我跟你說 我聽到一些人說 你這個台灣民政府 不民主 我說抱歉 我們現在是什麼 軍政時期 現在軍事官吏嘛 USME就是美國軍事政府嘛 我們好 國民黨有幫你打 因為國家要形成 就要什麼 軍政 訓政 和憲政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還有 dilema 所以我們現在是什麼 軍政時期 所以軍政時期 沒有投票 沒有民主 你說對不對 對 對嘛 所以 如果有一天 我們大家做參議員 做來假 人家跟你說 要民主投票 跟你換頭 怎麼樣 不用換 現在是軍政時期 要換什麼 美國如果說這樣 就是這樣嘛 所以我們不看 我們這些人 我們補那個 政府衛生 不是說 民政府配準就準了 我們就要補美國的USMG 美國軍事政府 政府 問題是說 美國軍事政府在哪裡 有人幫你挑戰 我跟各位說 美國的軍事政府 就是現在是美國的五角大廈 國防部裡面 有一個單位 叫做USMG 所以我們的配和USMG聯絡 都是什麼 五角大廈裡面 USMG的office 他也有派代表 跟我們講 很清楚 一點模糊都沒有 所以美國現在也要求 因為現在越來越別人了 現在別人就要求說 你台灣民政府 一個主要的幹部 一定要隨時保持聯絡的暢通 所以我已經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的做個反應也開始說 一些要交的政經要來交 先說林志生等228名 名單要拿出來 還說 這個要做四十四千名 分年的名單要拿出來 還有四十一萬分的 公民新分證的名單要拿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準備 所以我跟各位說 上萬兩黨 上近一年 我們要接到政權 你說對不對 對 所以今年12月31日 我們要舉辦 第二次的忘年會 如果台灣可以用這麼多時間 這麼多時間 沒有人犧牲的總控制 可以來接著政權 那不是台灣人的福氣嗎 所以在座各位 都是建立台灣的公信 自己打破了 你絕對想不夠 過去 當晚的時候 大家市委 在極命 風噴水 這個也有 甚至有人 說要武裝革命 甚至有的 怕街頭 怕鬼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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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想 選去 選鬼捕 我告訴你 如果做總統 台灣就出頭天 結果李定輝做十三年 炭水平做八年 二十一年 台灣人連續執政 這樣台灣人有出頭天嗎 沒有啦 還叫做什麼 魯鐵魯 這樣還沒想 這樣照想 還在選總統 沒有選給 民進黨要選給什麼 你其實你不知道 你沒有看民進黨的當中 你沒有看到他的台灣決議文 你根本還要給他五次說 他選台灣人 他是先看誰 標明上看台灣人 但他的伴來都什麼 都中華民國 謝蔡廷就好啊 謝蔡廷我是很安靠的 我跟他很好的朋友 他以前選選議員 選議員的時候 我當時 胡倫先生 我在胡倫先生 我心裡 我心裡跟他說 他叫24的人 一個人關給他 他10萬 480萬 選選議員的時候 我那時候 這樣支持 接著 後來要怎樣 走在中國 淚流滿面 看得很相信 我們台灣如果一載去出賣 說整部就是自己出賣 說整部就是我中國就出賣 現在我中國出賣還沒關係 現在現實是 他們這些人 人員 還沒標台 不是說他的北來 不是中華民國 很可能都是 因為怎樣 他們沒有主張嘛 他們沒有論順嘛 沒有理論基礎嘛 你說民進黨也好 台獨聯盟也好 他們有理論基礎嗎 沒有呢 台灣的地位是什麼 他不知道呢 說不出來 今天台灣的地位是什麼 日蜀美戰 像日本全龍 但是美國軍事政府占了 你這樣跟他說 任何人你都可以變 也不是說變 這是屬性 所以今天台灣人67年的教育 國民黨的教育一下 台灣人還不知道說 台灣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李定位說一句話 我不是我的我 你聽話走去看看 我不是我的我 我聽不懂 我也看不懂 我告訴你 李定位我跟他記名 我跟他本人問 本人問 包括總統 你講的那一句 我不是我的我是什麼意思 他說我也不知道 那這句話 政治人物 創一些政治意願給你 所以有人跟你說 你台灣民主有嗎 沒有民主是專制 我說對 我台灣民主是 團體民主 什麼叫團體民主 聽話的丫手 我都不知道 又不簡單 又聽話 團體民主這句話 對話說我們是獨裁 我們是專制的人 你說對不對 其實這句話是什麼 軍政時期 軍政時期叫做團體民主 我這個團體民主 我這樣說 你大家稍微聽 但你們迷迷糊糊 所以政治意願 有很多 都在跟我們騙 台灣人真的聽不懂 所以 如果中國人這麼厲害 我就比你更厲害 我就想一些 你也聽不懂 來跟你說 所以 中國對我 很痛 但是到目前為止 他不敢批評 因為他要保留 跟我們江南談判的空間 他沒有談判的空間 到我們的時候 老拜讓我們直接 切成長方向的時候 他就退去 中國這幾年以來 坦白說他有沒有進步 有進步 但是他的進步 他也去研究政政法 政政法你如果沒有研究 全世界 很多法律都沒辦法改改 所謂的戰爭法就是什麼 就是國際法 其實政政法的 上面還有一個法 叫做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的上面還有一個 叫做自然法 自然法 自然法是什麼 就像我們一個人體 我們人體的心中 可以跳開嗎 今天 建醫師說他 他心中不好 我只能將我的心中 把他掛開 然後他心中來給他 那不行 可以嗎 不行 如果掛開我就死了 所以 這就是自然法 所以所謂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謂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是根據自然法來 就是像不像人的心中 是住在你的心中 自然在你的心中 你不能把他擱人給人 所以你如果這樣想 所以什麼自然法 因為你如果聽 這個法論 很親 很沒辦法理解 但你如果用人體 形容所謂的法律 你就很容易 就會 看得懂 聽得懂 主人法就是這樣 很簡單 以主人 這個人的 人的這個 主人的結構 就是那個主人的 所謂責任 權利和義務 從這裡來的 所以希望說 本人對台灣 要還有一個義務 因為 日本的極田茂 像舊間和平 在1963年出了一本書 他說什麼 他說我台灣 我日本 並沒有放棄 台灣的主權 我只是放棄台灣的 主權權利 Right of sovereignty 事實上 全力放棄 以後 管理的另外一邊是什麼 義務 還有一個義務 所以美國 在那個 胡錦山和平 雕躍 生效的 以後 還跟日本簽一個 叫做 美日安保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 包含什麼 包含 台灣海峽 是從這裡來的 所以日本 我們可以保護台灣 叫法例來的 不是黑白說的 不是說 我今天想要去保護台灣 我就保護台灣 No 一切 要叫法例 所以這個法例的東西 是全世界都可以用的 不是我們台灣用 全世界都可以用 所以各位 今天我們在這裡 所謂國際法 萬國公法 好 就這樣和平地 我們一切都是以法例來 你會覺得 將來 是不是 美國的違反 萬國公法 我告訴各位 美國 不至於 違反 萬國公法 因為美國的 憲法 裡面 有很清楚的規定 美國所有的總統 必須遵照 萬國公法 規定的形式 台灣 欠罰給一個人買 季辛吉喊那個尼克森 後面 我講過的 你們可以把它記起來 後面人家說尼克森是因為水眠案 下台對不對 我給各位說 你把它記起來 尼克森 不是因為水眠案而下台 是為了什麼 露台你不知道 我跟你說 你絕對要不到 想出賣台灣 季辛吉 那天去中國簽 尼克森 戰車 那是很嚴重的 你台灣這個土地 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你竟然想把台灣出賣給中國 這法律上不允許 所以我可以跟你說 中國一天 這個秘密 會解開 很清楚 尼克森 跟季辛吉 當然季辛吉是 他的國務卿 總統違反 萬國公約 一定要下台 日本也一樣 你看喔 日本也是有這個 恨法謀下 要遵守 萬國公法 但你想看 建法就沒有你研究了 萬國公法 他不用研究 萬國公法聽完 又是主連法 所以我跟各位說 我們不用買武器 我們也不用 五刀弄槍 跟 中國國民黨對抗 沒有必要 用法律對抗 同時 2000年 我去顧美國的時候 多少人反對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因為 你知道這個國民黨要有一個規定 國家免訴 就是國家 不用 侵涉到訴訟裡面 哇這點來就很害 我現在美國 我去顧美國的 總統美國的國務員 美國的國防部 國家免訴 我先要怎麼顧 所以 只要研究 要怎麼顧 研究一檔 但是如果研究好 坦白說 剛才開始找一些美國的律師 大家都怕 美國也一樣 大家怕什麼 夭壽了 你要顧總統 我說 我研究好 我跟他說 我研究的東西 我先給你看 你如果覺得可以 你知道 美國的律師 要給你看 案件 看一點點 有四百五十塊 他不一定 要做事情 四百五十塊 先勒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勒勒的 六萬塊 放在律師那裡 他把你用通訊的 視訊的電話 卡給你 跟你說兩點錢 所以跟你說 三萬塊已經發光了 三萬塊是美金 各位 兩點錢而已 跟他說三萬塊已經發光 奇怪 是我研究 你在那裡等 我又報告 跟你說 這樣說 三萬塊已經發光了 我也沒辦法 這款的律師 所以這款的律師 你多少錢 剛才有多少錢 這樣三萬塊 三萬塊 沒有多少錢 還要開呢 一聲就無言 所以你看看 我們可以說 今天 你 在座國會 都代表跟我一樣 218的 控告美國 在座國會 都是其中的 一個生緣 你說對不對 自己鼓勵 謝謝 將來台灣的 建國室裡面 絕對國會會列明在裡面 這四千名 絕對會列明在裡面 所以你不會吃虧啦 因為你在這裡抽湯的東西 是我們都照美國 我告訴你 我們建宿 你記得 台灣打敗仗 你不是說台灣是打勝仗 像我們的孩子 你問說 什麼人風扎台灣 日本 說得很好 為什麼日本 八年抗戰 各位 不要說八年抗戰 中國人 八年抗戰是怎麼算的 1937年 七七事變 盧溝橋七七事事變 1945年 八月 十五日本天皇導航 這樣說八年 國會漸漸化 不是這樣 你要選前 就要整整整整 誰誰 我 他的總統 還是說他的國會 他如果 騙下來的規定國會 像美國是誰誰 選前 美國國會 不是總統選前 1940年 12月17 日本 齊襲 珍珠港 齊八 羅斯福英港 那是一天 國會 對日本 天皇選前 不是跟政府選前 是日本天皇選前 這個日本天皇 所以 今天 我們來講清楚 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皇 是不一樣的 你們不一定知道對不對 各位 他叫四五年 這個九月 齊子 投降的時候 投降書 簽的時候 代表一本天皇 跟一本政府的人 叫做崇光輝 就是那個時候 大日本 帝國的外交部的部長 他的部長 代表什麼 皇帝 圓得 跟不一樣 分開的 所以 天皇是天皇 政府是政府 這是法律上 是非常要緊 不可以騙去 所以 很多庫本都跟你說 向日本投降 向日本 向美國投降 日本向美國投降 這個日本 向美國投降 這個日本是什麼人 是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向 這個做 美國 導航 是這樣來的 所以日本天皇 當然 古今山富兵條 就要研究說 日本天皇 你到底有座還是沒座 研究結論而已 他沒座 是他的 他的這個 中立 他的中立 就是東條英姬 他發動戰爭 所以 同盟國覺得說 東條英姬 要出份 所以中學英姬 破死刑 絞刑 日本天皇有出份嗎 沒有出份 所以古今山富兵條 從第一條到二十六條 沒有對日本天皇 做任何出份 所以他沒有對於任何出份 日本天皇有的東西 絞刑也有 有什麼 北方四島 北海道 本州 四國九州 佛海 這些都有 獨島也是日本的 但是 那個時候 在波子南宣言的時候 全世界就說 日本這麼多強 危險 尤其是 台灣 要和日本 要把它招開 不然現在 台灣 這個 生產很多東西 農產品 供應給日本 日本生產很多工業 東西 交給台灣 哇 這個國家很強 所以 要將日本 把它招開 但是 建政法還有規定 鎮靈 不可以移鑽出款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分割 所以要怎樣 所以用 用管理的方式 所以 美國 幫給蘇聯 去用北方四島 把他招 這招是 日本船航 日本船航 以後八月十五 這個 蘇聯 發動公式 才去招 北方四島 招之後 北方四島有招人 招一萬六千的 名字的日本人 他怎麼做 他怎麼這麼好 蘇聯 用純 將一萬兩千的 載到日本的本土 載到日本的本土 這樣載到 裡面沒有人了 對不對 沒有人他用什麼 他宣佈什麼 無人倒 他去招 所以蘇聯就說他要去招 招北方四島 用這種方法 船航航也很聰明 船航航那時候在台灣的時候 你看他的日記有什麼 住在台灣的這些日本人 他說你台灣同胞 他跟美國說 我希望把這個六百萬名 載回去日本 就像我們都載到日本 日本的 日記就這樣寫啊 什麼人不同意 美國不同意啊 第一 要耗費多少船 不可能嘛 那你這麼多船 他派不出來嘛 所以他說不可以 這個 只能接你了 所以他想到這補 各位親愛的同胞們 你們回到祖閣啦 我們的祖閣啦 我們的祖閣是日本的 不是 中華民國的 因為人家說 是數典旺子 包含說你的頭 已經給你獨座 管一下 你想想什麼 你的老婆老婆日本人 你的阿公阿嬤 也是日本人 這屬性的嘛 你三台都是日本人 你如果是中華民國的人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中華民國的人是因為 我們什麼時候 被中華民國變成中華民國 19數兩年 一月十二 一月十二的時候 用行政命令 自1945年12月25日起 所有的台灣人 集體規劃為 中華民國國籍 兵費 這個國制法裡面 沒有一個可以集體規劃 國制是怎麼選擇 第一要自圓 我說好 我要變成美國人 要自圓 第二要自圓 自圓自圓 再來第三就是 你的出生在國民 這是國制有規定的 不能用命令給你變成什麼人 不行 如果這樣很簡單 所有破四圓的 中華民國都把選佈說 這些人都不是我中華民國的人 可以嗎 不行 那個當什麼四圓去 那個四圓的有 這這麼壞的人 是不可以選佈說 他不是我們中華民國人 可以嗎 不行 因為1945年 的時候 有一個人權公約有嗎 人權公約說得很清楚 每一人都一定要有國制 奇怪 人權公約你日本簽 美國簽 全世界都簽 我台灣人不確定 你美國犯人 我沒有確定 我確定 跑到哪裡去 跑到哪裡 這很簡單 所以有的人 我有說過有的人去過日本 日本最過的犯人 一級半兩年選佈 國定犯人選佈 駁回 你不是日本國籍 有人聽不懂 聽不懂很簡單 你如果沒有上課嘛 我告訴你 日本的國籍是什麼國籍 是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現在大日本帝國在哪裡 在哪裡 我告訴你 大日本帝國現主席 應該教導你來說 現在那些日本人都要離開那些 那些我們要去住這麼多 你住日本田農的家 你日本田農的家 你沒有生在日本 那是因為他的憲法 馬卡山跟改他的憲法 第四條跟第九條 叫改一個 日本田農不能說話 變成日本田農 只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做太書意 做田農 所以日本人 會抱怨 年輕人說 我們養一個 肥物 我說不然你賣了 不然日本田就給我 你都離開 這個土地都我的 這樣好不好 你好 不行啦 不行啦 因為他不知道嘛 對不對 你們實在很兇的 現在說日本人要跟江湯 說好 不行啦 他是我們的兄弟 他國民嘛 我們新民嘛 我們比較大的 我們做日本田農的大型 他是日本的國民 我們來管理啦 這樣好不好 好 你還好 變這個邦年 commonwares 美國在195年 聯合國在195年 國議裡面 就這條 5條 其中的 5條裡面的第四條說 後來要給台灣人 主地 主地 不是主管 現在有的人不認同這個法 就說主管 好 聯合國76條米到77條 小的 主管是什麼 市民地 殖民地的人 沒有人管的人 沒有國家的人 在這裡用主管 所以 市民地用主管 但是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可以什麼 主地 那就是 就像 紐西蘭 歐西蘭 都一樣 紐西蘭跟歐西蘭 有總理 但是也有一個總統 這總統是什麼人 就是英國 魯王所致命的 但是這個 如果屬性的 片番 或是基本法 沒什麼好 會出事情 紐西蘭發生一個事情 他 他的總統是由日本 由那個 紐西蘭的 總理 鐵名 鐵名 那個總統 保護英國的魯王 英國的魯王 他認命 照著你 如果說 我們就沒事情 這個很好 這整個 因為 總統 代表天皇 代表天皇 只實施上一個 精神上的領袖 發生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哇 那天的總理 去讓他們 議會罷免 罷免要 總統要怎麼 總統是 他提名 但是 魯王人名 總統有事情嗎 這是憲政危機 我們後來 台灣的經營 會發生 同樣的經營 所以 我常常跟 我們所有人說 就是說 我們後來的參議員 在台灣 基本法的時候 要注意 如果發生這種經營 要怎麼定 這沒什麼話說 這就是後來參議員 的參議員 去思考 思考就好 那些人都頭腦 表得好 要想一個說 要怎麼 可以防止 他的憲政危機 因為我們一開始要建立的 台灣這個國家 就要 各方面都完整 要完全符合 國際法 所以台灣這個土地 大家都會煩惱 你不用煩惱 現在現主席是叫做科技大國 其實這個科技現在漸漸 在那邊看過了 我是希望說 台灣這個土地 後來會變成什麼 醫療國 我們用全世界最好的醫療 因為我們台灣人 所接受的醫療的 那些教育的這個 這個 警員 以前因為不能進行 託政地 不能託法律 所以都是去託什麼 託醫生 日本時代就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變成一個 真好全世界最好的 醫療大國 在全世界裡面 醫療情況 不好的情形 台灣有很多的大便 台灣人看到邊都不用錢 也 當然 全世界所有的有錢人 你如果要看邊 要換你的心 要換你的鬧 都來台灣 各位 我們的醫療 如果做得很好 什麼人都沒辦法給你掛過 你的科技 會讓你掛過 但是醫療 人家看你不會過 當然啦 我有寫很多 優管這方面的白皮書 都在我的電腦裡面 所以我說沒問題了 就是有一天你中國幫我按衫 我所寫的都寫在電腦裡面 我們可以叫一步一步進行 台灣後來會變成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當然啦 我們要知道 要變成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就要有很好的素質 會老百姓 我現在就是說 我們要變成一個很好的素質 老百姓就要靠我們大家的努力 這個努力 坦白說 過期六十七年來 給中國國民黨 所有的中國文化 他們可以到達到咪咪咪咪 所以一體都要為頭來 為頭來 沒關係 不要緊張 一步一步來 我們現在 叫美國的支持 他跟我說 四百年來 你台灣人 不要建議過你自己的國家 四百年來 你不要自己管理過你自己台灣人 我們是第一次來管理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得好 要不然要跟我們所有的董事 中將官 鼓勵說 貨商中官 不用攻擊 那些政府 很多 你知道全台灣 如果我們接著政權 它有幾萬的政府 二十萬的政府 四千名 要放在這二十萬的政府裡面 大家都做得很好 所以你不用煩惱 說去攻擊別人 你就要做得更高 我跟我們的市長說 如果貨商在攻擊 他降臨兩擊 你攻擊貨商 攻擊貨商 要做什麼 東極中間 這台灣人 給那個中國人 咬嚇壞 中國人 都要說你的中官的牌位 你想說我中官給他撩 他就能拚起來 NO 你看日本人不是 日本人是怎樣 大家 在下方做這個保守的 都說中官的好處 好處 這個長官很好 這個長官很好 當然中官也要做得很好 這樣的時候 中官如果生起了 後面你就有了 這是不一樣的術相 不一樣的做法 台灣人欠法 台灣人因為 合適中官壞的文化 就是要把你這個主官 告訴你很壞 你才會變得好 這樣 你如果說這樣 我告訴你 你看 所有我看這麼多 所以你看看 台灣現主席 有中國文化 黑函特別多 你有聽 我們的總理在上課 他做一個 少少的財政局的局長 黑函一堆 他要提拔什麼人 黑函一堆 各位 這種的文化 我們要徹底改變 這種的 真壞的 政治文化 官場的文化 都要改變 我們今天 像這個高級班 當然 除了說 我要講這些以外 這個法例 你也要很清楚 我希望這個法例 我簡單給各位 從頭 複習一次 一九十五年 這個 八月十五 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政皇 日本天皇 就是宣布大衡 宣布大衡 宣布大衡 九月十二 簽這個投降書 投降書裡面的崇光協 代表 大日本地國的外交部 的部長 他的代表 他的身份代表 在投降書裡面 很明顯 很明確 他著名說 他是代表 憲法 皇帝 政府 所以代表 日本天皇 和大日本地國的政府 所以 他一個人是代表兩個 因素 你就可以了解 日本天皇 和日本的政府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要緊 在這個法律裡面 要做清楚 所以 因為過去 我們台灣人 在這裏 國民黨的教育 教育裡面 會跟我們講得 很明明 變成 日本政府 日本天皇 你分不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有想過這個口 你都要做清楚 跟美國人 中華單盤 現在 台灣地位 兩邊的人 都已經清楚了 不可以說 為著台灣的地位 正在辯論 辯幾步 後面要說的東西 都沒有 所以 這點是非常非常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 美國有關 你不要和民進黨 不要和台獨聯盟 和這些人說話 原因在這裏 當然 他也不跟中國國民黨說 但是中國國民黨 現實是將來臺灣 台灣管理法 裡面的 台灣管理法 所以他有管轄權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否認 我們也不可以跟美國說 他不好 還是他怎麼樣 他不好 當然我們會反應 當時我們提出告訴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這裏 說得很清楚 所以 說到這個地方 你就要知道 1945年 八月十五 日本天皇導航 九月簽那個投降書 一直到1955年 九月簽八 簽那個 就這樣和平條約 五十一的國家簽名 但是四十八的國家 國會通過 這樣生效 那時候全世界的國家 不超過五十五的 差不多就是五十一的 已經代表全球所有的國家 那裡有很多殖民地 後面因為 簽了聯合國開始生效 有很多的地方 因為聯合國七十六條 米跟七十七條 他是殖民地 開始來主題 他可以主管 他主管 他變成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 那時候就是一樣的進行 南蘇丹 是用公道的方法 有十二點二五百的公道通過 這樣他建立自己的國家 因為美國用南蘇丹的禮 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是流氓在台灣的中國人 跟本土的台灣人聯合住 住在 所以美國跟他說 不可以公道 原因在這裡 台灣人不可以公道 不是說 他沒有給你民主 沒有給你管理 因為 你兩種人住在這個地方 公道是要聽什麼的 是聽三百萬的中國人的話 還是聽這兩千萬人的話 而且這兩千萬人有一半 因為說 我是台灣人 也是 中國人 其實 在那個1950年的時候 麥克阿瑟 在6月25號 漢前爆發的時候 麥克阿瑟 有來台灣訪問 那時候台灣的 這個新議會 參議員 的議員 叫做 紅條金 紅條金 在酒家酒的安排之下 跟麥克阿瑟記名 他跟麥克阿瑟說什麼 他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夭壽了 這幾個到現在都在國文裡面 所以麥克阿瑟說 你這個台灣人 就說你是中國人 我說No 那是他說的 我們不是 所以我們自己告啊 我們自己告的 表示說 我們不承認 我們是中國人 你說對不對 對 我們如果沒有那個告訴 我告訴你 今天台灣要說咪咪咪咪 不是我自己在學自己 豪格仔 剛好六十年的時候 發言 這是喔 提主堂的 剛好六十年 那萬人不近了 剛好六十年 發言台灣的地位 所以美國 他有跟我說過 他說本來是跟你騙台灣人一百年 我說騙一百年 要是我為什麼騙一百年 他說那時候 那些中國人跟我們這裡的台灣人 都合作了 比較有可能 我台灣人 因為我在做路 我台灣人在替他做兵 我台灣人在替他交水 我待會兒做路 就好了 大自然裡面 有一種動物 叫做螞蟻 螞蟻裡面 有兩種螞蟻 一種是紅螞蟻 一種黑螞蟻 我不是阿伯說 Discovery 那個頻道裡面 有演過 這個紅螞蟻 他將黑螞蟻都跟他太太子 太太子他將黑螞蟻的體液 就是他的蟻 跟白螞蟻的成功頂 白螞蟻成功頂 你去黑螞蟻裡面 將他的軟 跟他母親在家裡 你知道 螞蟻不用擦東西 那個軟不用 時間到他就浮出出來 給他大小蟻 賠到的蟻 就是給他習慣 就是說他是黑螞蟻 他那個黑螞蟻就可以做工 替他做工 替他做財務 替他做財務 他就在家裡兵修 台灣人就是黑螞蟻 中國人就是紅螞蟻 台灣人給中國人 他將台灣人台式 將他體育擦在政府頂 說他也是台灣人 他台灣人 隨著台灣人去做工 做兵跟做工 不是都一樣嗎 你叫的水金 給他你贏 你叫的水金 給他你 給他龍蟻 給他那些中國人 去那裡排隊 也不用錢 中國人家 很多藥都嫁在中國 但台灣人不知道 台灣人做兵 也不叫做硬工 他自己用什麼 愛國 你凡是愛國 凡是國民都要扶兵役 沒錯 凡是國民都要扶兵役 但是我是扶什麼人的兵役 我們要扶兵役 是扶誰的兵役 大日本帝國的兵役 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敵人 就是世界之前 美國訪詐台灣 所以美國人是台灣人的敵人 到現在美國人看台灣人 仍然是敵人 你不知道 其實美國對日本人很好 日本就像中國人下來 像那個待遇下來 他說日本人都被淹去了 變成太賤了 都不知道他自己是什麼人 台灣人一樣 台灣人去做兵 去做什麼兵 美國和中華民國是同盟國 美國是台灣人的敵人 所以同盟國的中華民國 也是台灣人的敵人 對不對 我說的沒問題 今天 大家在的沒問題 中華民國 心情鐵團 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他們的鈔票 中華民國 他給五塊年 六月十五 四萬塊 換他一塊 各位 你沒有賭到 但是你的父母都有賭到 你的阿公阿嬤都有賭到 你沒有感到 你的老婆老母 你的阿公阿嬤都有感到 這樣算 這個說話都屬實 你不能說你沒有感到 你就因為說是假的 你的看櫃 櫃也有什麼 不是我一個人 你說 所有的歷史的櫃都有什麼 但是國民都盡量 做這些東西 沒要給你知道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民進府這場 要新台幣換作正台幣 一塊 他中華民國 新台幣要用四十萬來 我們換一塊 好不好 好 如果沒有新聞情 你看看 絕對四十萬換一塊 我當作中國人 因為美國說 台灣的兩千萬 裡面有一半是 因為說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你如果說你是中國人 好 四十萬 我換一塊給你 看你多厲害 如果國民黨的人 一千兩百萬 換一塊 你不要叫我開玩笑 我說這幾個 我都沒有開玩笑 我的民視很嚴肅 我有嚴肅嗎 所以當真 當真 所以我是希望做到一點 連戰他們家換兩顆機能 你想他們三代公務人員 這樣 富可敵國 有幾千億 那時候 那些錢是外國來的 他說他媽媽很厲害做股票 才有做股票 拿去給我看看 好 你們有連戰的一半 沒有 十分錢有 他媽媽很厲害 說他做股票 可以趁幾百億 你要相信嗎 有幾 第一 第一 他的房地圈都百億 來 你知道日本人 在撤退 台灣的時候 日本人怎麼就撤退台灣 我問你 哪一點 根據哪一條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這個土地是日本田農的土地 日本人住在這裡 剛好而已 他整天說你要離開 只能帶一千塊 日幣離開 一千塊 那這 扎一千塊 存的都要留下 所以 中華民國在台灣 住到土地都他們家的 衡陽路 兩邊 本來是日本人 都變成中國人的土地 那敢計嗎 那敢計嗎 現在他會跟你說 時間這麼久了 沒做好 這個 都尊豬好去就對了 國語 你要尊豬好嗎 沒有人買 沒有人買 你的四萬塊給他一塊換去 你要尊豬好嗎 要不 絕對沒有 我也沒有 為什麼要這樣 我的父母 我的阿公阿嬤也很打招 那錢不是套在來 也身仁康康做工 得到的東西 他竟然用一塊給你換四萬塊 真的在那個時候 已經五公年六月十五月以後 台灣人 為他好爺 變得很爽 我告訴你 證明說他好爺 那個時候台灣 日本時代 有辦萬國博覽會 在1937年 三半年的時候就辦了 博覽會這樣辦 你看歷史上的項目 那時候老娘的繁華 但是跟羅伯 中國人進去就逃去了 現在台灣人又開始了 開始變成什麼 沒有道路 所以我跟他說 我看到那個項目 我說的那個項目 我內心的難過 實在是無與倫比 很辛苦 各位 這個時候 焦和十年 焦和十年 十月吹十 那時候 中國人的成語 也有派到台灣 參加這個會 焦和十年 剛好當時 我是焦和25年 15年前 已經說 1935年 1935年辦的 1935年 台灣就已經辦萬國 台灣博覽會 你看看 喂 台灣人有偉大嗎 有沒有 我們自己祝福 鼓勵 真的台灣人有夠偉大 所以我們台灣是 很好的一個民族 所以國民黨進來 跟我們說 我們是中國人 當然有人反對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 他就 四七年 會二月二八 發生二禮八十年 二禮八十年 我做很公平的評斷 其實台灣人 是那個人覺得什麼 覺得說 你現在生我 他全都比日本時代國家壞 你 這兩軍進來 我要給你掃完 因為照著你 那是一個很平和的事情 但是他竟然 他將你來掃完的 代表 士生 都將你用錢給你打 這樣陰棋 二禮八 開始發生 各位 你沒遇到 我也沒遇到 但是你給我們想 那時候很多 二百的論述是什麼 手 他沒有用手銬 他手給你掃鐵絲網 鐵絲 給你掃過 這樣做手銬 頭前掃後面 後面掃頭前 這樣 掃一次 在那個 雞人的 那麥頭 給你掃下去 手都白做的 絕對要死了 在家裡的機靈 反恐 有人 不覺得 鐵絲 嚇壞 就是那時候做的 以前是共產黨 但是政府 帶領台灣人 反恐 那些部隊 台灣人 有日本人 那裡 都不怕死 所以很少的人 可以把國民黨 那些部隊 把他撞掉 到後面 當然沒辦法 他部隊一直派進去 就一直為中國 一直派部隊進去 台灣人手中也沒有武器 絕對要輸他 我們今天 很好運 我們不用武器 我們用 國際法例 打敗美國 打敗中國美國 對不對 對 雖然 我很有巴 我們一定要打敗 美國也已經跟我們說 我要願意來尊教 國際法例來走 因為 歐巴馬 日本的 這個總理都說 要照國際法 各位 我們的機會有來 照國際法 我們就要打招 打招照美國 好 你的要求是什麼 4000名 4000名的國務人員 那年 分年41名 的ID 審訊者 我們做得到嗎 是 我們的路令 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的路令 絕對不會 完工 我們今天的路令 絕對是 叫國際法例來 所以 我們今天 大家要打招 是希望說 我們的後代 會比我們更好 我們現代 生活更好 我們可以做得好的日子 我們怎麼會買過呢 我們想要交稅金 給中華民國去買武器 我們不用買武器 我們買這些錢 給他們去財務 給他們去 非非亂做 各位 不甘願 台灣人不甘願的地方 所以我也要向各位鼓勵 我們不要跟中華民國直接對抗 我再說一次 你不要直接對抗中華民國 你如果直接對抗中華民國 你會什麼 眼前虧 你絕對眼前虧 他給你一圈 對不對 所以有的人有誤會 回家 台灣政府辦事處在這裡 我告訴你 你如果掛台灣政府 你會死 我們叫什麼 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 不是台灣政府 我們雖然身份證 什麼台灣政府 那是美國說的 美國不想說 一次之後 那個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再換一次 直接跟你用台灣政府 那是美國的 可以的 我們自己本身 如果要對話說 他已經要說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就頂頭上市什麼人 美國軍政府 這樣有清楚嗎 所以你也不能用 美國軍政府的名義 在台灣說 黑白說 我代表美國軍政府 你會死 所以你不能代表 台灣政府 你也不能代表 美國軍政府 你只有能夠 以台灣民政府 這五日 在外面做任何活動 那有什麼事 我給你百分之百 給你負責 好嗎 所以你看 我們這個報告在上面 我們不說台灣政府 我們是說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怎麼來 台灣民政府是 照國際的見證法 所以他們來 這個國際的見證法 我就跟各位說 有五個 再說一次 另外海牙地勢公約 日內瓦和平公約 紅十字會 有關戰爭的總則 美國陸軍總署 做野戰手冊 跟美國最高法院的 一百多個判決 我們的民主是 美國已經成立了 美國已經承認了 美國在2010年的9月8號 在華盛頓第一期 替我們辦9會 9會辦的時候 五個單位都來參加 美國已經政治跟我們說 我們已經承認台灣民政府 同時 在2010年的7月4號 跟美國的國憲同一天 在美國的華盛頓第一期 大使館的地區 台湾民政府的office 這個office到今天要再到 這是要怎麼到 就是有一天 美國軍事政府一敗 一定要請 台灣民政府的 在美國華盛頓第一期 台灣民政府的招牌 要拿回台灣 同時 我們已經訓練好的 這些人 和台灣民政府都要合起來 就是正式的 台灣民政府之後 會改名做台灣政府 那時候台灣政府就能夠成立了 當年 中華民國 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就 四五年 八九月份 在台灣的時候 他有兩個組織在台灣 一個叫做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另外一個叫做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有沒有 其實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頭前 應該是台灣中國警備司令部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就是定義是台灣民政府的化名 因為他 為了不讓台灣人知道 所以他說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所以行政長官公署 他叫做 十七年二月二月二月 以後下半年度 他就改做台灣省政府 所以行政長官公署是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李定尉有一次 他跟他說 他要廢省 美國出來說 NO 不可以廢省 因為這個省要廢掉的 就是像台灣民政府廢掉一樣 不可以廢掉 因為李定尉那時候想像中華民國 就地合法 所以美國出民說 NO 你要給我留下來 所以後來換做什麼 當省 名字還在 電影也還在 那個辦公室還在 你記得 各位 那個辦公室 台灣民政會辦公室 你聽得到嗎 有清楚嗎 有 各位 美國人一切都照法例來 老早就把你擺得好色好色 我以前台詩的時候 我沒有要講 因為我講得太早 大家聽不懂 所以現在的東西 就要一步一步 跟各位說 你就了解 所以這個台灣這些法例 要一步一步 我讓各位來理解 以後 這樣說你就會聽不懂 我一開始就跟你說 中華民國民政府 你會聽不懂 所以你要知道 美國 他要照這個保守 照這個國際的法例 要教台灣人 要怎麼行為台灣的政府 要怎麼讓你台灣人 可以自己管自己 各位 我們台灣 這六十七年來 坦白說 已經給國民黨 調成迷迷迷迷迷 我用迷迷迷迷 來形容 就是 死婦已經都不分了 社會也很亂 所有很多的死婦 價值觀 都電腦頭變起來 變得已經不知道要怎麼 我相信各位在座 有很多人 尤其是 這幾年的五月二十年 那一月十十年 有很多人說他睡不著 我睡得真好 怎麼睡不著 有什麼睡不著 媽英九 我知道媽英九在座的時候 我相信在座國園 也有很多人選給媽英九 但那時候你會覺得 媽英九 蔡英文不經常去 比媽英九還要不好 其實沒問題 你選給蔡英文 越死 全都 我中國 我越來越快 豪華債是媽英九 我今天要講公平的話 媽英九是美國死亡的人 但是媽英九今天速度這麼快 原因是媽英九 身後邊那些人 那些人什麼人 林鄭 江平坤 吳伯雄 各位 這些人後來的轉型正義 一定要把它處理 你們對不對 對 所以 美國 包括中華民國 現主席的媒體 開始在公共媽英九 不是沒道理的 所以各位 我是跟你建議 聽聽就好 聽聽就好 你各位 你的心要 要負責 因為媽英九 剛才開始要搬中國 中國很高興 但是呢 美國開始不高興 把媽英九警告 警告以後 媽英九 現在換他堅持 他說不可以搬中國 但是他旁邊的人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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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策動媒體 攻擊 所以 有關這方面的事情 因為這裏 但是我沒想說 但是我只能跟你說得這麼好 就是說 對於媽英九 各位 他怎麼做 我們要看 靜靜的看 但是要注意 就是說 要什麼要注意 就是說 對於我們台灣 這個策不可以變去 尤其是 旁邊有很多人 現在看到說 是多大便 台灣人的構成 淨海 就是現在有的人 我去中國說 中國要把我們統治 你現在這樣 你們會死 各位 我們會死嗎 誰會死 他們那些人會死 所以啊 我只能跟你說 四十萬不可能 因為美國競然在這個 中國的開始跟我們規定說 四十萬到四千名 我就會說 這樣就很快 這樣就很快 尤其最高法 他要求說 兩百一十八的名 都要拿出來 我跟你說 這個案子要重新審 如果重新審的時候 美國的軍事政府 就要將賺錢交給我們 所以我又跟各位說過 台灣關係法 你記清楚 最近裡面的台灣關係法 一定會讓美國出銷 但是這個出銷 他不會正式出銷 他把它凍結起來 然後恢復到 就今我們和平條約 就是我們 這麼多年 一年來 由兩千塊年 開始的 一定的要求 美國說 你要按照 就今我們和平條約 台灣關係法 沒有在保護台灣人 是在保護中國人 因為台灣關係法裡面 台灣人是什麼 就是people on 台灣 但是 如今川和平 台灣人是 people of 台灣 各位 of 台灣跟王台灣 差很多 王台灣是住在台灣 這個土地的人 所有的都是台灣人 我們是和平衡的人 我們不只是 住在台灣這個土地 我們是of 台灣 是本土的台灣人 所以本土的台灣人 都要拿台灣來打拼 所以美國人已經很清楚 即便希拉蕊 你說台灣護照的時候 他說什麼 the people of 台灣 你看他的原文 希拉蕊是說 the people of 台灣 就是說 其實這些美國人 很清楚 說的是台灣人 台灣人沒有討論 但你說沒有討論 你從初中一年開始討論 不是 討論到現在 people of 台灣 people of 台灣沒有人知道 看有可能嗎 所以 這裡清楚你看有沒有 people of 台灣跟 people 所以後來 你們要看報紙 報紙 如果寫英文就你看 people of 台灣 這是爛爛爛爛 如果 people of 台灣 那是中國人 他要分 不是說台灣人就好 都說台灣人 不對 你聽得懂嗎 所以 這邊的 這個佛教的事情 美國在 今年8月20 已經國務院正式 將台灣 有關台灣的 這個 網頁 下架 已經變成一個新的網頁 裡面 沒有說到 ROC 沒有說到 馬英雄 現象已經非常非常清楚 讓我們台灣人知道 你台灣人比較聰明 你台灣人比較聰明 你台灣人一定要知道 你自己本身的地位 在什麼樣的地方 所以我告訴你 台灣 在這個 WTO 台灣的 世界貿易組織裡面 世界貿易組織裡面 用什麼名字 用獨立 關稅領域對不對 其實 台灣這個土地跟澎湖 是分離關稅領域 關稅領域分成兩種 一種獨立關稅領域 另外一種叫做 獨立關稅領域 分離關稅領域 分離關稅領域就是什麼 就是很難 我們是為日本政府分出來 像日本天皇的 我們分出來 所以我們叫做 分離關稅領域 獨立關稅領域 什麼叫做 金門跟媽祖 金門媽祖 是已經 合中國 也是他的叛亂團體 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但是獨立關稅領域 金門媽祖跟台灣朋友加起來 這四個加起來 是用獨立關稅領域 什麼叫做關稅領域 關稅領域 在美國的破裂裡面 就是美國跟墨西哥戰爭以後 墨西哥有一個聲勢 去讓美軍他占領 但是美軍他占領以後 他有一些生理人 要交稅金不知道要交給什麼 我到底要交給贈命贈 還是要交給墨西哥 還是要交給什麼人 沒有人知道 所以那個人 在美國拿出 法年的裁判 美國的判決說 那個誰是 不一樣 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叫做關稅領域 它叫做分離關稅領域 所以分離關稅領域是 我們現主持台灣 朋友金門媽祖 加入WTO的名 這個名字 特別說理領域也不知道 理領域也不知道 理領域問說 你不知道 為什麼用獨立關稅領域 我說獨立關稅領域 就是 照建政院裡面 去用責任的土地 因為沒什麼 美國也沒什麼 墨西哥 所以這個地方 佔一個名稱 叫做關稅領域 獨立的關稅領域 這樣啦 所以獨立關稅領域 在那個時候 上次簽的你知道嗎 蔡英文 我說你什麼人簽 你給我問 他說他問蔡英文 蔡英文也不知道 你看 中華民說 獨立關稅領域 什麼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不知道呢 你簽什麼 簽價 他說他走出國際 走出國際 走出國際 可憐嗎 很可憐 我這裡 我給各位報告 各位 聯合國 要派人來拜訪台灣民政府 我們不用去拜訪他 他來拜訪我們 這樣有請嗎 你中華民國 他說 要去電話國 人們合作就不在乎 民進黨要去 說要加入聯合國 人們不在乎 我們現在 團隊頭兵 是聯合國 來拜訪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現在秀方有名 我們有黑熊部隊 含 達蘭阿嬤就說 你們有黑熊部隊 我知道 這樣有厲害嗎 很厲害 我們的黑熊部隊 我們現場是沒有武器 我們不用武器 我們不用武器 我各位說過 但是 那是將來的事情 這黑熊部隊 我們已經 第二中隊 在十一月要成立 國有三十個月以下的 男子和女子 可以向國際集團報名 要來參加 如果黑熊部隊來參加的時候 像本這個祭航 可能自己要付席 其他的所有都免費 都由我們中央來付席 但是剛才開始 我們要再沒有經費 要聽清楚 你不能說我沒有頭路 我來交給他 我來領薪水 不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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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告訴你 各位說 後來 我們的制度 要走美國軍人的制度 領美金 你說領美金好嗎 好 好 我就知道你就不會說不好 那是怎樣 因為美國軍事僭尼 美國占領我們 但是我們是日本天皇的 所以我們的部隊 不是叫自衛隊 我們叫什麼 禁衛隊 靠近的禁 禁衛隊 我們的禁衛隊的名稱是 我們的保護日本天皇 這是名義上這樣說 保護日本天皇 禁衛隊 所以日本的風地 日本天皇 現在對我們台灣民進 越來越清楚 這個禁衛隊 我看到一個鴨皮 這個鴨皮 日本東西 在那個 米鐵 在日本的米鐵 放映的 就是日本天皇 古年的生日 我本來就是說 我看到那個 產經新聞 在那個 日本天皇 在搖旗 我們的民政委 旗子 你等一下看 民政委那個旗子 我們就 寫到日本的天皇的 日本的 那個什麼 那個旗子 沒什麼一樣 有沒有 日本產經新聞 經我們的旗子 都會插到紅色的 看起來像日本旗子 但是實際上 不是 但是日本 在那個 天皇生日 那些 對全日本 對國際的媒體 發表的時候 我們的旗子 有出來 我 他比較知道 我叫他 他幫我們做旗子 原來 這個旗子 你看 他幫你插到紅色的 不像我們日本的旗子 我們的旗子 跟日本比起來 我們這個紅色的部分 比日本旗 比較大一點 因為我們做大兄 所以我們比較大 我 我是頭吃飽的 你不要跟人家說 我們是本來 那個紅色 我們做比較大的 所以 各位我也跟各位說 我們現在 我們頭前四季 都已經完整了 你有拿四季的 你去看看 有嗎 有 感謝你們 也差不多 兩百塊而已 你買回來 這不是你走出來看 你說大季的歪刀 你小季方法 那不可以嗎 這不是你來最好 拜託你們 這四季 小季的走向看 好嗎 好 好的鞋子 如果沒有看 你肚子疼我告訴你 我每次都愛說肚子疼 因為什麼 我不能跟你出發 會疼不疼 我不知道 你會說實惠 不然真的會很難聽 我跟你說 所以 我是希望 這個 有些人會跟你辯論 你都不用辯論 你的四季鞋給我看 他說 這四季鞋 你如果知道 我請你吃紅豆餅 這季什麼 他知道 我日本的 美國的國鞋 這季什麼 大家就開了 這季什麼 鞋子 USM的鞋子 美國 美國的這個 賴鞋 他如果 起火的時候 會選這季鞋 因為美國的國防部 美國國安局 有幫他答應 說要選這季鞋 再來 這季鞋 這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國鞋 日本的國鞋 這季什麼 台灣民政府 這樣你就自然跟你的朋友 要說話 就有一個舊口 有一個 有一個 說話 話題 所以我再一次跟各位說 我拜託你們 這個四季鞋 你要準備 這沒有 你會讓高朋友 用這四季鞋 跟別人交朋友 你說很難說 今年12月30日 我要拜託各位 一個人 最少要介紹一個 因為我們兩千幾個 兩千兩百名 如果一個人介紹一個 就是這個 四千名 有四千名的時候 我們已經接到美國的要求 對不對 再來就是新聞證而已 不行 不行 12月31號是星期一 忘年會 不能夠改為12月30號 因為12月30號 那一天 我們有 第幾季的 學員 所以抱歉 沒關係 我說12月 12月30號是最后一天 最一天 剛才就拜託了 這個拜託 我有 今天開會 所有集中報告 參加忘年會 參加忘年會 所有的請主都中用負擔 這樣好不好 好 你好的 不好意思一半而已 不然你們負擔好嗎 好 我已經選擇 就是中用負擔 但是呢 我還有一個拜託各位 我們都沒有無款 你們國酒已經都沒有經費 我也知道 所以我是覺得說 要夠一千塊 一千塊裡面五百塊 給酒樓做辦公費 另外五百塊 我們一樣吃飯 這個地方 早前要帶一個大霧台 椅子 準備很多椅子 還帶一個 那個帳篷 我想說 那時候 一個人給 郵先生 五百塊 我問你們這幾 都賺到你 你知道 那些 那些 要多少 多少 兩千塊 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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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中中 什麼 那些 得到 當天的展覽 得到 特種獎 你有看 有領到嗎 對不對 要跟郵先生 感謝阿民 拍手 不錯 拍手就有東西 我來拍手看我有東西 對 我拍手 所以這個旺年會 我們要這樣決定 當然 你如果有時間來參加 如果沒有時間 看電視的實況轉播 我現在是在想說 那一天的旺年會的時候 12月31號的早上 10點要開始 10點到11點 我想說 剛才英國太過頭 枯燥無味對不對 我們從來沒有的 我想說 這邊 來請台灣人 一些人 可以來表演 剛才大家 是說 要給那個 有一個很有名叫做什麼 替篩玉玲瓏 那個 捧車車的什麼 李孝順 許孝順 要給他們兩個 來表演 1點多久 你說好嗎 好 抱歉 你現在要給他拍送 我現在說 有拍送 不用錢來表演才好 希望可以這樣 11點開始 我們國中的酒店 和我們的總理 大家來講一些話 當時我跟他講 你去年12月30月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消息 說媽英九會贏蔡英文80萬票 今年也要給我們一個 較好的消息 這個消息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12月30月就知道 因為我們這個電視 都給你轉播 它都很清楚 所以12月30日 那天 我希望你如果有時間 因為禮拜一 禮拜一 禮拜一 沒有休息 禮拜 比較有年少 1月1日比較有休息 你30禮拜 你30禮拜 1月1日休息 中人一天 一般來說 休息的機會很大 所以如果你有時間 來參加 參加的時候 可以來好蛋好消息 我希望不要到那天 12月30月以前 我們就得到消息 另外第三提出 跟第四提出的 那個新聞情 在今天 美國會送到台灣 當然 不可以馬上發露你 我先跟你說 上來以後 我們中央辦公室 還要定義 還要處理 不可以隨便 但你可以放心 第三提出 跟第三提出 差不多都 已經差不多了 現在速度很快 我們平均 差不多平均 兩禮拜左右 是一禮拜 就一千分就出來了 所以 如果照樣速度 不過雖然說很快 雖然說很快 雖然說很快 一年 五十幾個禮拜 五十二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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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多多久 還很久 所以各位 回到打拼 公告台灣民進府的新聞情 你說好嗎 好 我跟你說 聽我說清楚 台灣的新聞情 後拜 我說後拜 不是現在 我告訴美國 已經說好了 後拜要去美國 不用拿負責 直接用這張卡 新聞情 代表負責 直接去美國 用刷牌的 就可以去美國 但是 本土台灣人 這麼可以 當然 美國現在的旅行證件 下來了 旅行證件 是要去全世界 百幾個國家所用的 那裡的旅行證件 跟美國的護照 一模一樣 後拜 我們要在外國發生什麼事 去找美國大使館 我們現在 中國有兩個國家可以找 一個國家找什麼 日本大使館 另外一個 美國大使館 全世界 沒有人說一個人 可以找兩個國家 來幫你保護 台灣民進府是熟營裡面 我們不是獨立的國家 因為我說 日蜀美戰 熟日本天龍 但是美國軍事現在 我告訴你 你如果變成國家 我告訴你都沒有 你要選什麼 你如果變成國家 第一 做兵 大家做招 第二 嬌水 還做招 第三 買武器 招招到招 你買嗎 要獨立的駕手 不要去幫我們騙你 是不是台灣是主管獨立的國家 我跟你說 如果有保護者 獨立什麼 但是中國要保護你買嗎 我不要 我不要 因為補中國給你補給你 你變成螺蟻 變成黑螞蟻 打紅螞蟻 做事 我們現在就已經把那個 拔紅的螞蟻 在做事 中國人就是 現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就是 半紅的螞蟻 一半而已 我們可以做的螞蟻 我們不會嗎 所以各位 我們在那個時候 台灣的領土者 就要請我們的總理那種 有意見 有評力 有主張的 來做台灣的總理 那個時候 我們就不去給美國寄付 不去給日本寄付 也要運用 國際之間的平衡 你如果要運用 你就享受到要害 你如果不會 所以有的人 傻傻 台灣就要獨立 我跟你說 跟市長 我早就說過了 我研究之後 我就早就說 不是今天這麼說 我台灣人 絕對不會獨立 你獨立在哪裡 做兵 高水 買武器 有的人買 絕對沒有人買 日子 那就過得很辛苦 要做什麼 不用做兵 做生意 你不去做事 照相有情侯 這樣 這種快樂的日子 有的人買 有人買 你如果說沒 沒關係 你去金毛媽怎麼可以做 你也去平壇 你要做生意去做 所以各位 研究好的法例 對台灣的地位 比較是這個認識 這樣可以得到好處 大家都來追求 所以 我們台灣人 再說一次 我們台灣人 一定要研究出 我們台灣要走的法例 過去怕很多元朗路 沒有不對 有的人說 我們過去也打拼到要死 你如果台灣民進府 我們也有分 各位 他們有分嗎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分 有什麼分 你怕不對 你把我們帶不對 進到 不對的房間 你房間走錯了嗎 你房間走錯 你要坐大圍 要怎麼坐 不可能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節目也要把 我們所有的 憲主席 不知悔改的那些人說 你不能叫他 台灣民進府 這個賬款 你們就有大圍 好多 絕對沒有大圍 我給你報仗 你如果沒有收分 絕對沒有大圍好多 如果收分 照排 現在四十幾 後面四十一幾 一支一支排下去 不可以 頭吃部 我不要說 人 有很大的部長 叫人拿鋁翼錶來 說 我來鋁翼錶 我可以免受訓嗎 各位那不行 不行 不行 你中華民國官員 來鋁翼錶要做什麼 那種的 海獅子有而已 所以我跟你說 抱歉 你做越大的 中華民國的官 越要外頭的 你來 來收分 來聽 經過的論述 那些人 後面不是只聽論述而已 還要哭氣 你亂來都不對啊 沒有哭氣才可以 對不對 好嗎 好 比較大聲 對 今天 我們這個國基班 馬上就要結束了 但是這個結束呢 我跟各位說 就是說 我為頂頂禮拜開始 我都利用不在上課的時間 我每一禮拜 都會經時間 去含國酒一拜 所以有的人 我們有一些學員 不知道說他沒有聯絡到 就一次五次 說他們做比較大的官 所以跟秘書長喝咖啡 不是啦 是一拜的 我有中央辦公室的人跟你聯絡 聯絡說在什麼地方 就請你來 你如果來 我就和你記名 本書在那裡給你 你有什麼意見 你可以寫 要寫什麼 我一定是每一個問的問題 都跟你答 他都不會漏掉 因為 你有的不敢說 有的人很避暑 剛才的問題不敢說 不敢說 但剛才同朋友都敢說 黑白媽 我不會這樣 我會你嚇出來 這個問題我都跟你回答 所以我所了解 是後禮拜 後禮拜還有 我都已經 每一禮拜都有四天的時間 在全台灣國酒去世 現在已經 生到第七次了 第七次了 我上禮拜 在努東 後來在高雄 後來在嘉義 後禮拜 要在新町 要在台北 因為我的時間也很悠閒 我都用晚上7點到9點 2點前 我都刷了 我就隨便回來台北 因為我沒有習慣說 在外面價位 我都一定要回來 所以你們 如果接到電話時 反映你們來參加 這個會 但是你們剛才被驗 還沒那麼快 你們知道要一個月以後才有聯絡 所以你不要說 奇怪阿伯有聯絡 我比較小 不要這樣說 大家都拼大 你有那張政書 都拼大 你後來 要給你派什麼 政府官 我們這個 國酒的酒店 我說實在 你們一定要跟酒店 好好聯絡 好不好 好不好 要跟這個酒店聯絡 這樣 我今天這幾個 要想到這個地方 但是 因為今天 議長可能沒辦法 總理 因為他媽媽的 顧病是 剛才結束 還有很多事情 要去辦 所以他今天也沒辦法 所以今天 沒辦法 我來代替他們 去辦 結業室 來休十分鐘 再來開始結業室 好嗎 好 休十分鐘 謝謝各位 謝謝